那白宮28號的時候是說了 從14號以來 已經有超過11萬人撤離了阿富汗 各國在克爾布爾機場的撤軍撤僑 行動在28號的時候 幾乎就已經完成了 那麼29號到31號主要呢 就是最後一批電後的美軍要撤離 經過上個週末之後 克爾布爾機場的美軍 已經不到了4000人 根據美國國務院29號提供的最新資料 大約還有250名想要離開阿富汗的美國人 還是滯留在當地 那麼針對阿富汗日前的這個情勢 其實以及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 大陸外長王毅就應約與美國的 這個國務卿布林肯一起來通電話 對此國家際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就表示了 這次通話是由布林肯 他主動的提出要求 因此美國如果希望可以得到大陸的協助的話 勢必得先解決上一次 兩國在天津會談當中 大陸所提出來的兩份清單 而這當中就包含了台灣問題 第一次的通話是布林肯希望跟王毅通話 所以那個公告寫得很清楚 是王毅應約同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通話 應約那也就是說是你布林肯要求的 王毅跟你通話 那布林肯是希望能夠在聯合國的安理會裡面 那麼能夠完成幾件事 那也需要中國的支持 第一個就是保障這個外國人 在阿富汗的外國人的安全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就是幫助過這些 歐美國家的這些阿富汗人 應該要尊重他的意願 能夠讓他安全的撤離 這是布林肯的希望 第三個就是阿富汗不能夠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 這是三個 那王毅給布林肯的回答很簡單 第一個你必須要尊重 這個阿富汗的主權的完整 領土的完整跟不可侵犯性 然後目前的局勢是你美國造成的 美國要負完全的責任 這話講得很明白 但是他要告訴美國人說 目前阿富汗的整個政治結構 已經本質性的改變了 所以現在是塔利班掌政了 你美國要承認這個事實 也就是說不再是你美國 跟原來的政府掌政 是塔利班掌政 所以你美國有責任 也有義務要跟塔利班接觸 也就是你美國必須要跟 那現在美國的為難是在於 他如果直接跟塔利班接觸的話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他的從敵對到不接觸 到接觸到最後承認他 那這樣的情形 誰還要跟美國人站在一起 所以美國的敵人 馬上會成為朋友 已經打了20年仗的 不共戴天的敵人 美國馬上要承認他 那美國的信用就破產 不會那麼快 所以美國一定要拖 對美國人來講 那對於大陸來說的話就是 你需要我幫忙你 那你要看你跟我的關係是怎麼樣 對 那你每天找我麻煩 你每天對抗我 那你要我幫你忙 那你改變一下態度吧 所以王毅講得很明白 兩份清單解決 那兩份清單就是薛曼 就是那個謝鋒跟那個薛曼 在天津的時候會談 提出來的那兩份清單 就那兩份清單的問題要解決 三條紅線要解決 那這樣的三個紅線 那就包括台灣問題了 三個紅線是不可跨越的 中國的國家主權的完整性是不可以侵犯的 那這樣的話就台灣的問題就含在內了 那現在那就你美國看得辦 所以氣候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阿富汗的問題 恐怖主義的問題 所有問題你要中國大陸來幫忙 那先把這個問題解決 美國國防部呢 在今天是宣佈了 最後一班的這個軍機 是已經飛離了阿富汗了 也代表呢 已經完成從阿富汗 全面撤軍的一個工作 那麼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呢 從這個8月14號 也就是塔利班重新奪回阿富汗政權的前一天以來呢 至今是已經有超過12萬2000人 從科布爾機場離開了 好那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麥肯錫 他今天是出面召開了記者會 他表示呢 這個照片當中這一位呢 是駐阿富汗的代理大使威爾森 他也已經搭乘了最後一班的這個美軍C17的運輸機 離開了阿富汗 我們先來看一下麥可希刚刚在記者會上怎麼說 美国在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 就开始派军队进驻阿富汗 至今20年了 那么拜登总统是继承了前总统川普 跟塔利班达成的撤军协议 所以他决定是要在今年 一定要完成全面的撤军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在美军最后一架班机 飞离科布尔之后 有多个塔利班的检查哨战 传出了枪声庆祝 还有塔利班的成员欢呼 先来听一段稍早 这个塔利班指挥官的访问 好那么即便今天就是撤军完成了 但是在昨天阿富汗的情势 仍旧是相当的混乱 因为在科布尔地区 再次遇上了ISIS-K的火箭攻击 虽然目前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过美国再次重申 这个撤离工作是没有 因为这个恐怖攻击而中断的 而且也表示是已经撤离完毕了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ISIS-K也立刻的承认 这起攻击事件就是他们在背后策划的 但是没有提到 是不是因为针对前一天 美军利用这个无人机所发动的 空袭行动 那么在ISIS-K的声明稿当中 他们只有表示 是在这个真主的指引之下 哈里发的士兵用了六枚的火箭 轰炸科布尔国际机场 对此呢 重掌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是表示 他们将会打击ISIS的攻击行动 也预期等这些全部外国部队 离开阿富汗之后呢 相关的攻击行动都会停止 而这个塔利班的发言人 穆贾希德也说了 如果ISIS他们制造战争般的情况的话呢 而且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 那么我们就会对付ISIS 而对于这个26号科布尔机场的 恐怖攻击事件呢 还有一辆这个疑似 计划要再攻击机场的 自杀炸弹车辆呢 被美军无人机轰炸等等 这些ISIS的行动都触怒了塔利班 顾贾希德就说 ISIS并未获准采取相关的行动 也强调塔利班的自主权呢 必须要受到尊重 那么你想知道 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在中天电视频道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 订阅按赞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看完影片之后呢 也要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 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